好 别讲了 我们这个接着上一节课没讲完这么一个小尾巴啊 讲一下这个 CMOS导向器的这个优点 那么这个显然第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什么呢 静态功耗比较小啊 所谓静态功耗就是指这个器件处于稳定输出低电平态或者是稳定输出高电平态的时候这个状态是静态的 不包含这个器件由高到低或者由低到高状态这个转换变换不包括这个过程啊 静态功耗小呢 从这个西茂斯这个基本原理上我们已经看到了 无论是哪一种这个稳定状态的输出这个从电源到地之间都是断路的都是断路的 所以说呢 跟这个电阻型负载 这个增强性负载和这个耗尽型负载的导向器相对比呢 这个互补型的这个MOS导向器呢 在静态工作的时候功耗当然是最小的 因为它无论是这个导通态还是截止态 这个器件都不存在从电源到地之间的大电流的贯通状态 所以呢 它的静态功耗小啊 那么另外一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分析一下 汇总一下这几种我们已经讲授过的 这个MOS反向器的基本的这个呃 输入输出的这个工作特性曲线 那么呢 我们知道呢 无论是我们讲过的这个上述四种哪一种导向器 它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导向这个导向管呢 都是下边那个NMOS器件 对吧 就是接地的那个NMOS器件 而上面那个负载管呢 是可以是电阻 可以是增强型的NMOS 也可以是耗尽型的NMOS 还可以是这个增强型的PMOS器件 对吧 也就是四种 那么可以想象呢 底下这个管子啊 在工作的时候 随着输入电压从零电瓶到零电压到VDD这么大一个范畴里面变动的时候呢 底下这个管子呢 是由截指逐渐向导通状态过渡的 所以呢 对应它的这个输出特性曲线呢 对应于也就是微印一二三和四这样的几根曲线啊 也就是说 底下这个管子在工作的时候 无非也就这么几个工作状态啊 有截指态 然后呢 到微印一 一二 印三 印四啊 有四个这样的输出特性曲线 那么呢 跟他们相匹配串联在一起的这个负载管的这个电流电压特性曲线呢 哎 根据你所需要的负载的不同 那么他们的电流电压特性曲线呢 略微有所不同 我们最开始讲的是电阻型负载 电阻型负载呢 显然是一个爱微关系 是一个线性依赖关系 所以说呢 在横坐标是这个VDS 也就是是这个下边这个导向管的这个漏缘压叉的这个情况下呢 以这个作为坐标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爱微特性曲线呢 工作曲线应该是一根直线 这是指的是这个电阻型负载 来 那么可以想见在微印音这个第一个状态的情况下呢 他们的焦点就是这个回路里边的这个决定了他的工作点 对吧 微印二呢 就在这个点 微印三呢 就在这个点 微印四呢 就在这个点 是吧 在这条直线上有四个点 那么和这个导向管的这个四个对应的工作状态之间的焦点 那也就是说 他们那个串联起来有一个相同的电流 对吧 所以这是他们的决定他们的这个静态工作点的 所以这四个点呢 就是决定了这个 呃 器件里边什么情况下 输出多少电压 器件当中从圆到地之间的电流的 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在右边这张图上面 那就是输入输出这个电压传导特性了 那么横坐标呢 是这个管子上面呢 从这个山压从0到VDD的变化过程 那么这个Vout呢 就指的是输出电压 也就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座标里边 实际上就左边这个里边的VDS啊 VDS 也就是说输出电压 对吧 那么刚才我们所讲述的这个 说这个线性的电阻负载 它要求这样四个点 对吧 四个状态点 那么这个四个状态点呢 基本上对应于右边这张图的电压传输特性曲线里边呢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它是怎么样来传输的 对吧 那么V印1呢 这是指输入电压比较小 但是V印0的时候就电压为0的时候 输入电压为0的时候呢 底下这管子是不导通的 所以呢 这个上面的这个电阻呢 就是这个拼着命的 对这个负载电容充电 一直充到电瓶是多少呢 充到和VDD几乎相等啊 基本上相等 所以呢 在电瓶为输入电压为0的时候呢 输出电压就是VDD 对吧 然后呢 输入电压逐渐增加到V印1 有这么一个量了 底下这个管子开启了啊 开启了之后呢 但是由于呢 开启这个电压比较小 所以底下这个导向管的工作电流呢 实际上是比较小的 所以他们的焦点呢 就在这个位置 是吧 这个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什么意思呢 横坐标是输出电压 我们看一下 就是很大 接近VDD 对吧 接近VDD 然后呢 电流呢 哎 比较小 电流比较小 所以呢 在这个右边这个电压传输特性曲线关系上呢 那基本上在V印1这个位置 你看 这个输出电压还基本的VDD附近呢 比VDD略小 对吧 因为这是由他们的工作状态决定的 好了 随着这个输出电压向二转变 二状态就更高一点转变 那么我们看到他们的工作点已经移到这个位置上了 对吧 那么这个位置上它的横坐标呢 就是这个情况下的输出电压 那么显然这个情况下的输出电压已经明显的怎么样 比VDD来的低了 所以呢 你看V印2这个点上去的输出电压就已经是什么 掉到这个位置了 掉到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右边这张图呢 就很清晰的告诉你 而且呢 这个随着V印1 V印2到2到3的这个变化 这个输出电压是怎么样 是线性的快速的下降 对吧 因为这个是由这个装工作点决定的 它是在一根直线上跳跃的 所以输出电压也是线性下降 那么一直到最后 我们可以看到 当电压很高的时候 那么很快的 这个电阻的 你注意它这个点啊 这个地方横坐标 横坐标就比较小了 对不对 横坐标就比较小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它是 比较低的 是在这几种里边是最低的啊 是最低的输出电压 在V印4的时候 基本上等于VDD的时候 它输出电压就很低了 这是因为 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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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压特性是由这根直线所决定 所以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 对于增强型的耗尽的 这个增强型的这个意义貌似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它是原漏短阶的 原漏短阶 基地短阶 所以呢 对增强型器件来讲呢 那么基地短阶就意味着这个管子 天生满足饱和条件 对吧 因为这个VGD等于零啊 所以呢 就是山路之间是不存在反形勾道的 所以呢 这是天然的满足这个饱和条件的 只要这个VDS这个电压差比VDD略低 这个上面的这个增强型的NMOS的这个器件呢 就会导通 而且一导通就是饱和型的 所以呢 它上面的电流呢 是二分之一β 这是第二个管子 然后呢 VGS-VT的平方 当然这也是第二个管子的VT 对吧 所以它这上面的电流方式是这样的 我们讲过 由于VGS等于什么呢 等于VDD减掉VDS 就是输出电压 这个就是output 对吧 由于VDS在充电过程当中是上升的 所以呢 VGS随着电压的输出电压的增加是下降的 对不对 输出电压的增加就是随着VDS的增大 那么这VGS是下降的 同时呢 由于这个有衬偏效应的存在 这个VDS的增加会导致这个增强型NMOS的原级电位提升 所以呢 就会造成它的这个 衬偏电压在增加 所以VT2的绝对值 也因为它是正的啊 因为增强型 所以VT2的值也在上升 前面一个值在下降 后面一个值在上升 所以在横坐标为VDS的坐标系当中 它的IV特性曲线关系就是一个以平方关系 甚至比平方关系还要更快下降的这样一个IV关系 对吧 这是按平方的下降的 所以呢 对于增强型的这种负载管的返向器来讲呢 那么它和这个底下这个同样是这个N型的增强型的 MOS的导向管之间的这个工作状态的四个焦点呢 就和电阻型的负载截然不同 所以呢 它在V1的状态下 那么它的这个焦点就是这四个点 对吧 就是这四个点啊 这就是说它的工作状态 所以我们把它还原到电压传输特性曲线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然电压为零的时候 没什么可说的 它应该输出一个比较高的电压 对吧 可是呢 你看在这张图上我们发现什么呢 增强型负载的这个最高输出电压比这个电阻的要低不少 那么为什么低呢 那是因为前面我们讲过这个GD短接之后 这个管子最终充电 它不会把自己截止掉的 它一定要保证自己怎么样 在山源这端保留一个VTR的大小一个压降 才能使自己怎么样 在山源这端是导通的 山源这端是导通的 所以说呢 你VDS再怎么上升 也不允许你趋近VDD 不允许 因为什么 上面这个管子 当它达到VDS的就是圆端的电压达到比较高了 达到VDS了 那么它有比较大的衬偏 对吧 比较大的衬偏就决定了这个管子有比较大的预值电压 那么要想使这个管子在山源这端仍然是导通的 因为它不会把自己充电截止掉 所以呢 就要求在圆端的电位 必须比这个VDD啊 比这个山压要低一个预值电压 VTR 而此时的VTR呢 是在VDS这么大一个衬偏电压的基础上的VTR 所以说呢 这个情况下 你能输出的最高压降 就基本上等于VDD减掉一个VTR 而这个VTR呢 是在输出电压比较高的情况下存在的 比较高的情况下存在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你能输出的最高压降 必然比VDD要低不少 要低不少 对吧 那么体现在我们这张图上 也就是说你能输出的最高压降就是这一点了 四个点嘛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它能输出的最高压降 基本上就要比刚才电阻型的这个点要低的多了 对吧 所以这个道理很清晰 那么随着这个这个输入电压的一二三的这样一个增加的趋势呢 显然这样的点呢 也会有这个点 它这个点一直到这个点在变化 那么输出电压呢 显然也是在怎么样 逐渐的降低的输出点 因为这是器件的开启过程啊 输出电压逐渐的降低 而这个降低呢 我们和电阻型的比可以看到 首先它最低的这个输出电压要比电阻型来的大一些 然后呢 最大的输出电压呢 要比电阻型来的小一些 所以呢 合成的结果就是它能输出的逻辑百幅是比较有限的 比较有限的 而且呢 它这个电压的变化由于百幅比较有限 它的变化比较缓慢 所以说呢 一旦这个电压变化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样子 要比这个电阻型的啊 你看它的电压都是最高的输出电压啊 就是说它不可以输出很低很低的电瓶 输出不出来啊 因为它的电流很快就达到了很低的一个值 所以说呢 这个没有办法的 它电流很低了 那就已经和底下这个导向管在这一点上交叉了 一交叉就构成了共同的工作点 所以这个时候就稳定的输出了一个比较高啊 不是很低的一个输出电压啊 所以是这个状态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增强 那个耗尽型的N型的这个负载管 那么这个呢 我们前面讲过 它由于是山源短阶的 那么山源短阶呢 对于耗尽型的期间来讲呢 始终在山源这一端保证它是一定是导通的 无论是宝核区 还是线性区 反正它是导通的 所以说呢 这个管子呢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 前面已经讲过了 只要这个输出电压这一端 VDS这一端不是那么特别的大 没有接近到这个VDS这个VDD的大量 比它稍微有一点兼具 这个管子呢 就一定是处于宝核区的啊 就一定是处于宝核区的 所以呢 在广大的这个电压升降区间里边呢 这个管子都是处于宝核区 仅当输出电压接近VDD附近的时候 那么这个没办法 因为洛源的压差比较小了 所以呢 他进入线性区 进入线性区啊 所以这个是这个耗尽型负载的一个特性的一个曲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焦点就比较好了 你看 这个第三个点 这是第四个点 对吧 那么这是四个工作状态 那么也就是说 当输入电压是一的时候 那么这个状态呢 它输出电压很高啊 输出电压很高 所以基本上是VDD 然后二的时候呢 输出电压你看 还是很高 基本接近VDD 所以呢 它基本上不降 但是到了三的时候呢 哎 它迅速的 你看啊 这个速度 从这个电压间距到这个电压间距 同样也是为二到三的一个输入电压的变化 但是输出电压却是怎么样 迅速的从一个比较大的值 跳跃到一个比较小的 也就意味着它的转变是怎么样 是非常迅速的 所以在三的时候 你看这个电压上去的时候 这个耗尽型负载 迅速的就把自己的输出电压从VDD下降到一个比较大的 比较小的值 所以就是说 它的变化就非常的迅速 这是因为由它的特性曲线所决定的 那么到四的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输出电压啊 就导通时候输出电压 是在我们画的这几种曲线里边 它是最小的 所以你看这个值 它是最小的 对吧 所以在最后那个状态里边 它最漂亮 输出来 它的输出电压是最低的 输出电压是最低的啊 所以也就是说 它的逻辑百幅啊 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 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啊 而且呢 它的电压转换啊 就是这个斜率 它是最大的 它是最快的 电压转换 当然 这个都不是理想的 我们前面讲那个CMOS 当这个预值电压正好等于VDD一半的时候 是最理想的 那个时候呢 可以达到几乎是巨型的一个电压转换啊 巨型的一个电压转换 这个是最理想的啊 最理想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CMOS 的优点 在这几种转换当中 它的转换是最快的啊 最快的 就是这个状态转换啊 它是最理想 最接近于巨型的 那么它有没有缺点呢 有缺点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必定要在同一块电路里边 我们既要做NMOS电路 也要做PMOS电路 而我们知道 对于NMOS电路呢 它的原漏是N正的 趁底是P型的 对吧 而对于PMOS来讲呢 它的原漏是P正的 趁底是N型的 所以这时候在做晶体管器件的时候 你就必须怎么样 要隔离 就是这两个器件要隔离才 因为必定一个是N型区 一个是P型区 比如说这是归的趁底的俯视图啊 俯视图 那么我们知道呢 CMOS该怎么做呢 在版图上面 非常的简单 当然 这是涉及到隔离问题 比如说 我们上面画的是PMOS 那趁底呢 这些广袤的区间 这个硅啊 俯瞰下去 这个应该都是N型硅 下边要做PMOS 这个这个NMOS 底下这个趁底呢 整个这大片 我画这个圈里边 俯瞰下去啊 就是P型硅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两个硅器件啊 这两个MOS呢 是共用一个山级的 因为他们的输入电压是相同的 就是这时候从山上来讲面啊 他们是共用一个山的 对不对 从CMOS讲 输入电压是同时作用在NMOS和PMOS上面 所以在版图上面 一般的就是这样画 这个就是一根多晶硅的山啊 这个就是山了 所以你看 这两个晶体管是不是共用同一个山 只要在这山上面加一个电压 这两个管子会同步感受到是零片 是零电压还是一点压 对不对 因为他们是在一根山上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让来处理这个晶体管呢 那个要这样来看 上面因为是N型硅的趁底 所以呢 我这个画的比较简单 这个版图实际上是底下是最近的二氧化硅 然后二氧化硅在叠上一个多晶硅 我们画了一个线条 简单一点 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呢 我们知道它是应该是SDDS的一个接法 对不对 SDDS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边是PMOS的圆 这是PMOS的LOW 这是NMOS的LOW 这是NMOS的圆 所以VDD就可以接在这个位置 电源 正的 然后呢 LOW和圆 这两个LOW是短接的 所以打个孔 这个地方连上一条线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NMOS的圆呢 是接地的 对吧 NMOS的圆是接地的 所以你看 只要在这输出一端 这个就是VOUT 然后呢 这根线上面打个孔 接出一根线条 这个就是VIN 你看 在版图上面实现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在制造CMOS的时候就非常的容易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CMOS的一个器件的版图 但是你看 它面积比较大 为什么呢 上面是N型硅 底下是P型硅 总不能混在一起吧 所以中间要怎么样 这个底下画的这个两个之间隔离着白的 趁底下的白色区也是隔离区 是底下要打一层氧化层的这个隔离槽的 就不能让N型硅和B型硅接在一起 所以你看 这个面积就不划算 但是如果你两个都是NMOS的话 就不用这样画了 两个都是NMOS 而且只有一个MOS山上有那个信号 另一个MOS上面 山上面是不需要VIN的 对不对 只在导向管上有 前面讲那几个 所以那个就要简单很多 那个就要简单非常多 那个只要横着再画一个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这边再画一个 这边再画一个 那比如说 这是DS 那么电源到底就可以这样画了 那个VIN只要加在这个山上 而上面这个你无论是山漏短接 还是山源短接 只要在自己上面完成就可以了 他就不需要隔离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从版图面积上讲 CMOS是比较消耗面积的 相对这几个 但是呢 它却是在版图制作上面最对称的 最对称的 因为这个是最容易做的 所以这个呢 单元面积大是一个缺点 同时呢 也是下面有一个缺点 当然也是废话 那就是什么呢 频率上升 功耗上升 那是当然 哪种玩意儿这个频率高的时候都要上升的 对吧 因为你我们在状态转换的时候 从电源到地 还是有那么一瞬间有电流的 因为两个MOS同时处于饱和区 对吧 状态转换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是有个电流的 那么频率越高 你就单位时间里边开关次数多嘛 那当然这个电流乘电压就是功率 所以单位时间里边这个功率加起来就不小了 所以呢 频率越高 功耗越大 那么这个很正常 你买CPU 那个2.8G的 跟那1.4G的 功耗绝对是不一样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功耗 那么还有一点呢 有点意思 本来要出个研讨性课题的 后来想想算了 因为你们估计也应付不过来啊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CMOS有一个巨大的缺点啊 这是早期的啊 现在没有 叫什么呢 叫拴锁效应啊 这是中文 就是不太好翻 英文很好翻 叫Letra 英文叫Letra 就说什么呢 以这个在这个这个这个CMOS这个晶体管器件制造的时候啊 由于工艺的原因啊 工艺的原因 这不是器件本身的问题 由于工艺的原因 会造成什么呢 会造成在这个CMOS 厂项晶体管电路里边 寄生这个双级型晶体管的正反馈电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说起来很绕嘴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那么这个CMOS底下这张图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CMOS的一个工艺上面的一个器件连接 连接图啊 那我们想象一下 刚才我给你画的那两个器件之间是需要隔离的 N型区和P型区 就是NMOS的这个和PMOS 是吧 怎么隔离呢 还有一种方法 除去打氧化层这种 还有一种就是用井的方法 也就是说比如这个体系 一大一大块硅片 这是P型硅称体 那么P型硅天然是做NMOS的 对吧 你要是在这个P型上面非要做这个PMOS 那你需要是N型硅称体 那怎么做呢 你又不想用氧化层隔离 那就用这个井的工艺 也就是说在P型硅的某一个区间里边啊 给它离子注入比较高的 超浓度的N型杂质 那么补偿掉这个本体的P型之后呢 再多出一点N型的 那就变成静的N型区了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N井啊 当然这个井是这个这个玩儿啊 陷井的井啊 就是这个这个N井 就是相当于一个洗澡盆一样 在里边有这么个东西啊 也也叫tub啊 这个你还真别说 也叫这个tub啊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也就是洗澡盆的意思啊 那么这里边呢 你想这样的话 在这个纯的这个P型硅称体这块 你这边就可以做一个NMOS 对不对 在刚才讲的这个N型那个井区里边 你就可以做一个PMOS 是不是 可以做了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CMOS电路呢 是PMOS的源接正电压 所以你看P正区 接一个VDD 对吧 然后呢 NMOS的源呢 是要接地的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他没写了 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负的 实际上是接地的 实际上就是接出一个负电压那种啊 所以你看这样的话 两个MOS的LOW要短接 对吧 所以你看这是WAYOUT吧 两个MOS的SAN啊 你看这GATE GATE 它们也短接 要接一个WIN 对吧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这个器件是这个模样的 我们来想象 假设 这个由于电压的掌握 因为毕竟是交流信号 搞来搞去 他也许有的时候不同步了 所以呢 突然出现一个什么样一个状态呢 出现这样一种状态 就是这个输出端呢 就是接地这一端的 源的电位 在某一个状态下 当然是允许的 可以的 因为他这个由于电流向 他这个信号变号不等 不不同步的 就可能造成这个 就造成什么呢 那么 这一点的电位 N正区的电位 比这个P型区的电位低0.7伏 低0.7伏 完全可能了 因为他这个这个交流信号 有时候由于电容作用 他不同步变化的 所以那个本来要降了 他没来一降 那瞬间就可能造成这个 他比他低0.7伏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N正区 这是一个P型区 这边又是N型区 这是不是一个NPN的横向的晶体管啊 是吧 没没什么怀疑的 没什么 而且 从这个电压的配置上讲 也完全符合一个共机级的 N型区的这个双级型晶体管 因为什么呢 你看 这个极电级是不是接了一个正电位 对吧 反偏的 这个是极电节反偏的 而这边刚才讲了 这个发射节这边瞬间达到0.7伏 发射节是正偏的 对吧 好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有这样一个晶体管 横向的 NPN的晶体管 那么当电压真的达到0.7伏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毫不犹豫的发射电子 对吧 像机区里发射电子 一旦这个条件合适 因为我们画的虽然很远啊 但实际上这漆点很小的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横向的基区也是比较薄的 那么他就有可能度约到这个极电区吧 那么由于极电器这边当然是正电位了 你不用多说了 那肯定被收集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NPN晶体管的正常的放大工艺 对吧 他要放大 那么电子是从这这样流过来了 没问题 电流应该怎么流啊 是不是应该反着 电流应该是反着流 是吧 那么这样一个电流的话 我们知道 刚才讲这个景区的掺杂 就是由于预值电压的限制 他这个大型的衬底的掺杂地方的杂质浓度是不会很高的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地方电子在流动的时候有电阻吧 有电阻就有压降吧 那么这个电流方向是从右向左的 所以是不是使得这个N型硅的这个景区的衬底的电位要比这个N正区 也就比微地地要来的低啊 那当然要低一点了 如果条件合适的话 你的电阻比较大 他还能度约过来的话 就会造成这个N型硅的电位怎么样 比P正区低零点七伏 对吧 完全可能的 因为这个P正接着是VDD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 这里有个P正区 这里有个N型区 底下又是P型区 这是不是一个垂直的PMP的晶体管啊 所以当这样一个电压真的如果存在的话 你看这个地方就会发射空穴 像这个体系里边 对吧 发射空穴啊 而且这个时候你看这个P型区接的是D很低的电位 所以怎么样 完全符合PMP晶体管 正常放大所需要的这个偏执条件 对吧 也就是发射节正偏 极电节反偏 所以杜月过来的空穴就会到哪呢 到这个极电区走向入地啊 流到地里面去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况下 这个电流也是从右向左流动的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也有电阻 所以这样一个流动的电流就会使得P型阵体区的电位 继续保持对这个N正区的正偏的态势 对吧 所以如果真要是形成这样一种正反馈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电路怎么样 就会越来越大 这个电流 而且这个电流是从VDD直接到D的 所以很快 如果这样一个正反馈系统形成的话 这个电路很快就会烧掉啊 因为这个电流它会自己自己长起来 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而且这个也停不下来 所以很快从电源到D之间 哪个地方电阻大 哪个地方就先烧掉 因为iPhoneR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就叫拴锁效应啊 拴锁效应 那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按照这张示意图去画一画刚才我所讲的这个横向和纵向双击型晶体管寄生效应的等效电路图 你可以自行分析一下 为什么具备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个特性 当然电路图的主体结构已经在上面有了端倪了啊 有了模样了 只不过还缺两个偏制电阻没画上去 你可以自行画一下 画完了你就感受到这个电路为什么一定会这个从电源到D之间形成一个贯通的正反馈大电流了啊 那么这个是我们上节没讲完的啊 西茂斯反向器的一些这个优缺点 那么下面呢 我们讲本章最后一小节讲一下场向晶体管的功率特性 那么所谓功率特性呢 我们当然是考虑这个晶体管 特别是作为开关用的时候 它所承载的所谓功率就是讲大电压 大电流啊 大电压 大电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作为功率器件来使用的时候呢 这个场向晶体管是有诸多的优点的 第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因为在反行工作的时候 这个器件是多子器件 因为你反行了 比如说表面变成N型 那你导电的是什么 是电子 所以它是多子器件 对吧 所以呢 作为多子器件呢 它就不像勺子有注入的问题 而是什么呢 以漂移为主 所以它的工作频率要高 因为它没有注入造成的电容效应 对吧 所以呢 工作频率高 开关速度快 开关速度快 而且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这个晶体管的这个控制端啊 它是一个电压控制器件 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由于貌似场向晶体管在输入端 直流情况下几乎是断路的 所以呢 它的输入阻抗非常的高 因为是绝缘山器件 所以呢 它所需要的驱动电流很小 只需要在这个单位面前这个电压能积累起来就可以 所以它的驱动电流很小 驱动电流 不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双进行晶体管 这个Ib这个地方要变来变去 它没有这么大的变化啊 没有这么大的变化 它不需要那么大电流啊 所以呢 这是电压控制器件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什么呢 双进行晶体管的这个pn节的电流是温度的敏感函数 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大电压大电流加上去这个器件发热的 对于双进行晶体管来讲 pn节典型的温度越高 电流越大 而且是按照一个指数或者是平方关系在上升的 所以呢 它对温度是一种正反馈的 就是这个这个pn节电路 所以那个器件 如果你大电流大电压器件用上了一下双进行晶体管 用着用着你就发现什么呢 电流失控了 因为什么呢 温度高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器件在热稳定性上面是相当的好的 为什么呢 它对温度是负的依赖关系 为什么呢 有人知道为什么呢 就是说温度高了之后 这个mouse场向晶体管的ids 也就是饱和漏源电流反而会降低 就是温度高了之后漏源饱和电流反而会降低啊 就是不像双进行晶体管 因为它对载流子是这个对能带有依赖的 而这个玩意儿不是靠这个的啊 那么为什么呢 有人知道吗 有没有知道 想象一下这个场向晶体管在导电时候那个饱和漏源电流那个公式是什么呀 那公式里边有对有温度敏感的物理量吗 好像有一个那个β因子里有个东西对温度比较敏感 那β里边哪个对温度比较敏感的呢 还用说吗 其他都是几何死的呀 只有一个啊 叫千一律的东西啊 千一律这个东西对温度来讲是敏感的 温度一高千一律是要降低的 因为这个温度高了之后经格震动剧烈 所以这个温度越高反而千一律越退化 所以千一律退化就造成漏源饱和电流怎么样 所以温度升高是要下降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一旦器件承载着 大电压 大电流在工作的时候呢 温度一高 本来的话这个电流要上去 哎 现在不让你上去 他会自动把电流抑制下来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温度就降下来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器件的热稳定性要比双击型经济管来的好一点 来的好一点啊 所以他比较优质 那么他就没缺点吗 那当然有缺点了 因为他是靠反行来工作的 所以说呢 反行之后的载流子无论怎么说 也不像双击型晶体管 那个对PN节指数依赖的那样一个少子注入的电流那么明显了 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开启电压就相对的讲比较大 开启电压相对的讲就比较大 然后呢 导通电阻也相对的讲比双击型经济管要来的大 因为他必定是靠反行来工作 而是反行的时候又是很薄一层的这个载流子啊 反行载流子 所以呢 他的这个导通电压要相对大一点 然后导通电阻相对大一点啊 相对大一点 那么这个呢 典型的啊 这里边有一条曲线 这就是这个管子在工作的时候的正常的这个输出特性曲线 那么这个斜线呢 就是他的负载 因为他要开关总归上面要搭上一个限流负载的 对吧 有一个在这个负载上面输出电压 接触电压才能看出他这个电压的转换输出特性关系 对吧 那么这个负载曲线我们可以看到呢 由于他的开启电压一般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 他的这个真正工作的时候呢 最大的这个输出电压也就是这个器件的击穿电压 漏源击穿电压 所以说他输出电压的最大辅值呢 因为是交流的 所以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最大输出电压就是漏源击穿的时候 BBDS和这个最大漏源饱和这个开启压降VDS之间的压差的一半 因为这是按辅值振幅啊 振幅来确定 那么电流当然也是这样来确定的 也就是等于最大输出饱饱和漏源电流的一半是辅值啊 振动交流的 那么他最大输出功率呢 根据交流的这种变化关系呢 他应该等于二分之一的最大电压输出辅值乘上这个最大电流输出辅值 所以呢 这个是有一个在时间内的平均值的 所以呢 他这个峰值 这样我们算出的平均输出功率 最大输出功率呢 是八分之一的这样一个东西啊 所以我这个就是基本的 貌似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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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率貌似的一些这个基本特性 那么这里边呢 很明显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特性 所谓功率器件 就是只要大电压大电流 那么前提什么电流当然可以大 只要不烧掉就可以 但是呢 电压却不一定 因为什么呢 这里边有很多因素 限制漏源之间所能够承担的最大最大最大这个这个最大的压降 对吧 所以呢 在器件制备的时候呢 就得想方设法的 先让这个器件能够承受的起比较大的这个这个漏源电压 所以呢 为了防止它击穿 人们在工艺上面呢 就想了很多特殊的点子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漏源要想击穿的话 前面已经讲过了 第一 有一个击穿呢 是漏和山之间啊 这个就由于他们要是有交叠的话 那么由于山的这个戒指层厚度很薄 所以呢 山和漏之间有一个很强的电厂要叠加起来的话 那么它一旦叠加的话就有横向场 横向场是一个很密的地方 那么这个在表面的地方漏源 还没达到理想的pn节的这个击穿呢 在表面就已经击穿了 因为山和漏有交叠 对吧 一交叠的话 这个电力线就会从漏到山上面有一个这个这个反向的过程 而这时候在表面的地方非常集中 所以表面处的厂墙就无端的被增强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还没达到理想pn节的击穿的时候 在表面的地方勾道去已经击穿了 这是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前面讲过的 这个这个pn节自己还没来的击穿呢 但是由于勾道太短了 所以呢 这个在横向方向的电厂已经达到临界击穿场墙 所以勾道区就开始击穿了 对吧 就有这么击种 所以呢 为了防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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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源之间的这个电厂过墙呢 就得想办法让勾道要加长 对吧 要让它这个很长的漏和远远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 电厂就这样 建下来就不太容易击穿 可是勾道真要是长了的话 这个器件的增益可就大大的降低了 对不对 因为l变大不好的 所以呢 为了折衷所有这些考虑 就想了一个这样的主意 就是什么呢 勾道仍然不变 还是非常的短 但是什么呢 做了两个漏区 一个是正常的比较高掺杂的漏区 同时呢 还做了一个什么呢 比较低掺杂的n负的漏区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当再有漏源电压叠加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由于这个绝大部分压降是降在漏这个pn结上去的 所以呢 这个由于有一个n负区的存在 整个电厂就不完全集中在勾道区 而是什么呢 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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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n负区里边进行扩展 所以这样的话呢 在相同漏源电压的情况下 峰值电厂就会下降 对吧 因为这时候耗进区已经到n负区里去了 以前呢 如果只有n正的那个耗进区是进不了n负的 只能在勾道区里 所以现在让它进到n负里边去 这样的话呢 这个承担电压的呃 区域就增加了 所以峰值电厂势必会下降 所以这样的期间就不太容易击穿了啊 所以呢 从这点上可以看到呢 用这样一个技术 我们可以把勾道长度减的比较小 你可以做小 没关系 漏源之间穿不了 因为按照这个技术是穿不了 所以呢 由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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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道长度一减小之后呢 前面我们讲过 对于帽子器件的高频特性的截止特性来讲呢 这个ft是等于 呃 等于这个这个我想等于这个gm跨导除以两态ci的就input电容的输入电容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跨导要是增加的话 对这个器件 那当然有好处 它的截止频率是要上升的 对不对 这个前面都讲过 所以这是优点啊 第二个呢 就是那当然你增加了一个飘移区 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耗进区 那么当然 漏源之间的集穿电压势必要上升 所以漏源之间的穿通电压就上升了 就不太容易穿通了漏和源之间 所以这是有好处的 那么缺点是什么呢 显然你无缘无故的给加了这么长一段区间在里面 而且仅仅作为这个飘移期使用 所以呢 这个管心的面积就比较大 你俯瞰下去 就是有一大片是这个飘移区 不是用来做有用的有缘区的啊 所以说呢 这个就管子的面积比较大 那么就期间的集成度高不了 于是呢 就想了个办法 什么呢 说能不能把这个飘移区给他抠到这个硅片下边去啊 不要让他占这个这么大的面积 同样还是飘移区 但是能不能给他抠到下边去啊 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微微帽子 就是垂直微形槽的帽子 那么这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先看一下器件的结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器件的结构就发生了一些变性啊 就什么呢 这个时候的漏在最下边 圆在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啊 这圆就对称的两个圆 甚至是圆形的啊 有大概圆不了 是对称的 因为这是微形槽啊 所以这有两个圆 那么勾道在哪呢 勾道在这 就是中间夹杂这么两个小段 这是勾道 勾道区 因为你可以看到山 上面的黑色的是山 这个斜线画的是二氧化硅 山二氧化硅 P型硅 所以你看这是P型硅 对吧 就中间这么两个小段 这是勾道区啊 勾道区 所以电流在流的时候呢 就是从落这样的流到圆 这样的流到圆 对吧 这个就是第一道S的电流了 第一道S的电流了 那么说这个当然有点显而易见 这个面积是大幅的降低了 因为你把什么呢 我们把漂移区给它放到下边去了 而不是横着走了 漂移区在下边 在这垂直一跪片的位置上 所以这个漂移区就不占横向面积了 那么纵向上无所谓 对吧 所以这个呢 问题不大 可以做的 但是呢 他有一个毛病 什么样一个毛病呢 这个玩意太尖锐了 太尖锐了 这个地方有个角 我们知道在电 静电厂 这个房里面是最怕这种急拐弯的 对吧 因为曲率很大 所以这个地方的电力线会很集中 电力线会很集中啊 因为你上边山上加一电压 对吧 那电压对称你来讲 对这个漏区来讲 那是很大一个压降 所以这个地方呢 电场击穿 这个这个集中 容易什么呢 容易导致这个漏源之间击穿 很快这个漏和源之间的电压还没达到理想的击穿电压呢 但是由于这个尖角的地方电场太集中了 它很快就等效于这漏和源之间是击穿的啊 所以说呢 这个击穿电压是要下降 而且呢 由于这个电流在尖角的地方要急拐弯的发生分流 所以呢 这有一个拥挤效应 就是电流有个拥挤效应 那么这个在学这个这个正式的术语呢 叫扩展效应 就是它有一个极度的扩展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这样的电流来讲 实际上等效电阻是要增加的啊 这个就要 也实际上跟扩展电阻的概念类似的 这急速的展开 这个时候电阻是大的 所以它的导通电阻是比较大 导通电阻 开启电阻是比较大 而且呢 这个微型槽啊 不是这个什么特殊工艺做出来 就是把硅片 100的硅片扔到这个氢氧化钾或氢氧化钠里边 直接一煮 就会煮出这样的模样来啊 就是它就可以在这个位置腐蚀成硅 因为硅呢 是单晶 在用和钾氢氧化钾腐蚀的时候呢 它是各项异性的 那么111这个方向呢 腐蚀是最慢的 因为111是密排面 你们学这个固体物理说讲过 111是密排面 所以原子密度高 而且呢 那个在同一个密排面之内 AB两层之间结合力非常强 所以说呢 它不太愿意和氢氧化钾过快的反应 而100面呢 是这个面间距比较大 原子密度比较低的 所以原子之间的结合力比较弱 所以100腐蚀的快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方向腐蚀的时候很快 这是100的 但是因为施法是各项同性的 所以在这个方向腐蚀的时候呢 受到111面的抑制 它腐蚀的就慢 所以单位时间里面最后腐蚀出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会形成一个楔形槽 微形槽啊 这个可以甚至连槽的角度都可以控制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由于是靠腐蚀干出这样一个微形槽来 所以它不太好控制 不太好控制 因为这是一个天然过程 所以可靠性要差一点啊 于是就想呢 又想了个主意 说呢 咱们能不能控制到一半 别让这个 这个这两个111的这个面碰到一起啊 就让腐蚀停下来 哎 这个就是所谓的下一个 叫什么呢 垂直幽形词啊 当然 过程完全一样 只是在腐蚀的时候呢 腐蚀时间比较短 腐蚀时间比较短 以至于还没有让这两个面在继续腐蚀过程中推到一起 没有形成交叠 就是刚刚一开始 那么呢 这样的话就给它停掉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是在110的方向上没有继续深入 那么111的还没来得及展开呢 所以说呢 就会形成U型槽结构 那么显然 相对于刚才的这个微型槽结构 它是可以消除这个尖端电厂的 对吧 那么这个当然有利于这个漏源之间的击穿电压的提高大 同时呢 由于没有那么尖锐的电流的这个拥挤效应了 所以很快再慢慢的散开的 那么这个呢 就阻力比较小啊 阻力比较小啊 所以说呢 这个扩展效应就低 所以它的导动电子相对的就减小 当然 毛病是一样的 就是腐蚀总归是不好控制 怎么就那么巧 让你那个没没腐蚀到这两个面互相交叠呢 所以呢 它这个不太好控制 所以到最后 现在工艺上大规模应用呢 是这样一种和CMOS结构 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特性啊 一个特征结构 叫VDMOS 叫垂直双扩散的MOS啊 垂直双扩散的MOS 那么这个MOS呢 就有一个好处了 你看那模样看起来多像CMOS啊 你看这是山 对吧 这是假如这边是圆 这边就是漏 所以在工艺加工上看起来就是平面的 完全是一样的 和这个CMOS看起来 但是实际情况是截然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你看它的漏在哪 漏还在称底 圆在哪里啊 圆在上面 圆在上面啊 同样跟刚才一样 圆里一样 都是垂直的来的 所以说呢 那个勾道区在哪啊 我们看P型规 P型规是在这儿的 所以勾道区是这儿和这儿 非常小的两段勾道区 对吧 所以电流在流的时候呢 就只能是这样来流了 哎 到这儿 哎 反行了 然后流到圆里边 然后这边也是 哎 反行了 流到圆里边 被圆收集走 所以电流要这样来流 那么当然 由于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大的 这个这个N负的外延层 也就是说有一个漂移区 所以呢 VDS之间的电压 当然可以允许比较大 允许比较大 而且呢 由于它这个工艺呢 是完全的和CMOS兼容的平面工艺 也不涉及到刻刻槽什么的 所以呢 可高性比较高的 但是缺点就是什么呢 它也存在电流的拐弯 而且输运途径比较长的 所以 开启电子是比较大的 就导通电子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就是无位的功耗 在自己身上的功耗比较大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垂直双阔算MOS 那么好呢 我们这个就是第三章 就算讲完了 下节课我们讲第四章 休息一下 好 我们开始讲这个第四章啊 开始讲第四章 也就是我们本课程的最后一章 讲什么呢 在这一章当中呢 我们主要是处理什么呢 叫小尺寸 厂效应晶体管的特性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从几何上讲 我们第三章给大家基本介绍了厂效应晶体管的圆楼山啊 一些基本的电流电压特性 高频特性等等等等 你们学起来觉得蛮轻松的 因为它不像这个双进行晶体管里面有大量的那个什么 就是频率特性 你看那个章里面有频率很多吗 不多 就那么几张透明片就换换过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厂效应晶体管如果严格的讲起来是很复杂的 所以我们只采用了最简单的模型啊 没有给你教这个后边的模型 但是双进行晶体管是可以比较严格求解的 所以我们给你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路啊 所以你你觉得蛮容易的 厂效应晶体管 可是这个厂效应晶体管啊 你如果稍加留意 你会发现它一个重要的特性 比如 我们在讲这个推这个漏源饱和的漏源电流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beta 然后呢 括号vgs-vt乘上vds 然后呢 减掉二分之一vds的平方啊 我如果没写作应该是这样的啊 那么就是如果vds很小 后边那个平方就拿掉了 所以就变成线性的 如果vds就到达vgs等于vt了 等于饱和了 那么这俩一减呢 就等于二分之一的这个vgs-vd的平方 对吧 那么你看这里边这个电流 注意这个电流可不是电流密度 是电流强度 电流强度 那么beta等于什么呢 μcoxw除以l 所以你看这个器件很特殊 特殊在哪呢 它对器件的面积啊 不敏感 它只对宽敞比敏感 那么这个器件天然的就决定了什么啊 如果你等比例的缩小 w和l的话 你注意啊 w是器件的宽度方向 l是器件的长度方向 所以长成宽就是器件的什么 占据的就俯瞰下去占据的面积 所以它对面积不敏感 你把这个w别了 只要等比例缩小 这个器件的电流强度怎么样 也就是说它的导通能力不发生改变 不发生改变 所以这个和双极型晶体管就截然不同了 因为什么呢 双极型晶体管很重要于什么 是截的面积 发射截 集电截的面积 对吧 那个电流密度呈面积才是电流强度呢 所以它天然正比于截的面积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晶体管就很特殊了 所以这里边潜在着就隐含着这个器件可以缩小 可以缩小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就来讨论这样一个 当真的如果是这样缩小的话 那么这个器件与缩小有关的一系列效应 那么显然第一个效应就会让你会发问的疑问的 就说什么呢 假如微地地不发生改变的话 你把漏和圆之间的L减小之后 漏和圆之间的平均电涨强度 是不是要上升啊 那一上升就容易击穿呢 一上升这个载流子的迁移率 这个飘移速度就容易饱和呀 对吧 这个就不会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公式这样线性增长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同时呢 你这个山压 这个这个电源电压 如果要想保持这个电厂不太发生改变的话 你就得降电压 对不对 那么一降电压 你注意 我们这个预值电压里边 对这个 电压的依赖 对参数的依赖上去看的话 它可没有什么明显的依赖 对外加电压 换句话 那么 它只对什么穿杂浓度啊 感兴趣 对二氧化硅的厚度啊 感兴趣 它对电压不敏感 所以当你把这个山的这个电路的供电电压下降的时候 那么VD这个VT这件事可不太发生改变 那么也就是说 当VGS等于VD的刚才看过 基本上对CMOS来讲 这山上面那个电压基本上就VDD最高 对吧 VDD-VT就怎么样 就要大幅的下降 那么当这个东西下降的时候 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器件的驱动能力还是要降低的 对不对 你VGS这个-VT的差值在降啊 所以这里边呢 就滋生出了很多啊 这个二级的 这个这个所谓的什么呢 特殊的效应 统称短勾道效应和窄勾道效应 那么L减小就叫短勾道 W减小就叫窄勾道 就叫窄勾道 所以你看这就是器件做小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特殊的效应啊 那么这个在双击性经济观里边 我们不讲这个 因为它那里边不含这个规律啊 但是呢 这个厂效应经济观里边 天然隐含这样一种 就是让你诱人的啊 这么一个关系啊 那么所谓短勾道效应呢 简称叫short channel effect short channel effect 也就是short channel 短勾道 effect 所以叫sce sce 简称sce 那么在我们这个课程里边呢 要介绍这样五种以短勾道效应有关系的现象 分别是 预值电压roll off现象 也叫滚落或中文翻成卷曲 都可以 反正就是掉下去了 像滚铁环上是滚下山坡去的 滚落啊 第二个叫low感应势累降低 简称叫debo 前面我们讲过一个叫giddo 就是gid induced drain liquid 就是伸右导这个low的漏电流 前面讲过的啊 这个叫debo 叫这个drain induced barrier lowering 叫这个low感应势累降低 第三个叫速度饱和效应 第四个叫亚裕值特性退化现象 第五个叫热载流子效应啊 一定要把这些效应 把这些名词所代表的物理含义搞清楚 往往考试我们最喜欢啊 跟前面的npn竞技馆的很多的那个名词效应混在一起出名词解释啊 所以一般的这个很多人是搞不清楚 比如说出个debo 他给你讲个giddo 啊 反正就是讲来讲一看知道他就不懂啊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预支电压卷曲现象 叫vt的roll off 什么叫roll off呢 顾名思义 就叫滚落 就是像山坡一样下坡溜啊 所以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现象 我们在预支电压的表达式里边啊 马上要开始的这个研讨课 就是要针对预支电压进行详细的分析 对吧 那么预支电压呢 大概分成几部分呢 第一部分就是平带电压 这没什么可说的 对吧 这主要是由于这个金属和半导体接触的公函数有差别 所以呢 再加上二氧化硅不那么太理想 里边喊点电荷 这个由vfb来贡献的 第二大贡献就是两vb 就是半导体强反型的 这个表面是两倍大 再加上在称底表面电视是两vb的情况下 二氧化硅上的串联压降qb除以cox 对吧 有就这么三大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大块里边哪个和l有关啊 哪一项和勾到长度有直接关联吗 答案是否定的 没有一项与l直接相关 因为后边的qb是面电荷密度 cox是二氧化硅的面电容密度 所以和l都不直接有关系 其他两个两vb只对掺杂浓度敏感 vfb根本就和你这底下的勾到任何关系都没有 对吧 所以理论上讲一个器件的预值电压是不应该随着器件的缩小而发生任何改变的 它没有和l相关的地方 但是实验表明 你看横坐标是勾到长度啊 我们先看一根啊 b曲线不看只看a曲线啊 我们看到什么呢 随着勾到长度的这个减小 我们发现其他参数都不变就变l 我们发现它的预值电压是怎么呢 越短明显下降越明显下降 所以呢我们称之为如果你搁个球的话就滚下去了 所以呢这就叫roll off叫滚落现象也叫卷曲现象啊 那么预值电压看来是和l有一定的相关性了 于是呢我们就得想办法来分析其背后的物理原因 我们看一下它的等式线在这个耗尽区就是这勾到区里边的等式线也就是看看它的电视降落 那么在长高道的时候呢我们在分析iv关系的时候引入了一个重要的假设 这个假设叫缓变勾道近似也就是叫gradual channel approximation 对吧gca假设就是这个那个当时那个假设还原到数学上讲的时候呢 我们是把波松方程里边有一项给它忽略了 也就是说什么呢 电厂在x方向 注意啊这个是x啊 这是y啊 电厂在x方向的变化梯度远远大于电厂强度 在y方向的变化梯度 所以我们在做波松方程的时候电视对距离的二次微分的时候我们把它在y方向的二次微分是近似为零的 于是呢这个高道区的净胜电荷的密度变化只是因为x方向电厂梯度的变化所引起的 那么还原到等式线上面就是电力线这个我们知道电视越密的地方等式线越密这个地方电厂越强的 对不对电等式线越密电厂越强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 在y方向这个等式线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弯区 但是在x方向你看这张放大图里边我们看到等式线急剧的在发疏密程度急剧的在发生改变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说长沟道的时候你这样近似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合理的 因为什么呢 等式线在我们所考察的广大的沟道区里边确实是基本符合 在x方向剧烈变化而在y方向几乎没什么变化 我们指的是等式线的疏密程度啊 疏密程度 那么这个就是长沟道的MOSFET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MOSFET这个沟道长度人为的减短 让它变成一个短沟道 那么也就是说原来考察的很理想的这些区间 基本消失了就剩下什么呢 这个弯曲的两个部分要直接对接在一起了 于是呢就出现了右边这张短沟道情况下的这个沟道下边的沟道区的等式线分布图 这张图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电视不仅在x方向上变化的挺剧烈 在y方向上也变化的很剧烈了 不能再忽略电视在y方向的二次微分了 也就是说电场梯度在y方向上变化也很明显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考察博松方程的时候 就得老老实实的把x方向和y方向两个方向的微分 统统要加以考虑 统统要加以考虑 那么我们看一下对这样一个体系的n模式的这个等式线 那么电视是这根线的坐标值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抛物线这件事是有概念的 对吧y等于某某某x的方啊 什么什么方 那么这个里边呢偏方啊 这个y比上偏x方 对于往口朝上的抛物线 这个是大于零啊 还是小于零啊 哎你说对了 大于零没错 往口朝上就是大于零 往口朝下就是小于零的啊 所以呢我们这里边要注意一点 就说什么呢 我们知道偏外偏x是这条曲线的斜率 那么偏方y偏x方就是斜率的斜率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斜率是斜率是逐渐增加的 所以斜率的斜率是大于零的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看这些曲线的时候 它是不是也像是抛物线啊 也是往口朝上的抛物线啊 所以在y方向上 如果我们去看的话 那么它基本上讲 你要这样来看了啊 y方向 这时候的坐标是这个模样的啊 也是大于零的 它的二次微分啊 也是大于零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 我们来看什么呢 哎 底下新加这一项是大于零的 新加的这一项对y的平方啊 是大于零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呢 我们就要看了啊 原来是大于零的 那么大于零的话呢 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这一项在相同电荷密度 或者说把它移过去 在同样要和它进行等价处理的时候 都是按x来处理的时候 那么右边那个电荷密度就要发生一定的改变了 对不对 因为你本来原来假设y方向为零的 现在是大于零的一个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等效过来 这个时候呢 就得这样一个东西减掉一个东西 本来后边是等于零的 但现在你减掉了一个正值 注意 由于在N这个这个这个NMOS里边 P归电离之后 都是负电荷啊 都是负电荷 所以那个Rho是小于零的 Rho是小于零的啊 所以呢 负的Rho是大于零的 所以负的Rho减掉一个正值 相当于什么新得到的这个Rho effective 或者equivalent等效的这个Rho 绝对值是比这个Rho Rho equivalent要比Rho来的小 也就是说掺杂浓度 等效掺杂浓度是降低的 等效掺杂浓度是降低的 所以这样的话 从物理上讲啊 等效掺杂浓度降低了 那么反行当然容易了 所以预值电压就下降了 所以预值电压就下降了 而且勾到长度越短 这个曲线两个之间交叠的时候 弯的越狠 对吧 越狠的话就意味着 这个二次方向就越不能给人家跃掉 所以这个就是从物理上讲 是这样来理解的啊 当然这个理解起来呢 也很容易 这个让你变得很迷惑 那么那下面再讲一个模型 不过这个模型本身啊 你要注意啊 以后再判断什么长勾到短勾到 只要人家给你这样一张图啊 只要给你这样两张图 从图上面 就是从等式线上 一眼就应该能断定这个帽子 是以短勾到为主 还是以长勾到为主 只要你看到等式线 都是这样模型的 主要是弯曲成本为主 一定都是短勾到下 一定必须考虑啊 说只要说你看到的 在广大的勾到区里边 电视线都满满满平整的 那么这个短勾到可以忽略啊 短勾到可以忽略啊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从看图上讲 是直接可以看到的 那么当然这是从拨充方程上 基本物理上去看 那么能不能再简单一点 有有一个叫PY这个模型 叫电荷分享 电荷分享叫share model啊 差什么差之share啊 就电荷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对于NMOS 什么叫电荷分享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般的处理这个最大耗尽层厚度的时候 那么都是这样来处理的 对吧 这个有一个最大的耗尽层啊 耗尽层的这个宽度呢 啊 说是长度吧 就是L对吧 然后最大耗尽层呢 是均匀的从圆到漏的 我们在算这个 这个底下体电盒的面密度的时候 它不是Y的函数 对吧 也就是说什么呢 在任何从圆到漏 任何一点QB的面密度 在返形的时候都是相等的 对吧 那么实际上就要求呢 你在考察的是这样一个体积的电荷 这个这个返形 这个这个这个耗尽电荷 但实际情况呢 因为这个地方的电荷呀 在漏和圆附近呢 不是单独 完全由山上面的电力线来控制 同时呢 这个漏啊 还有圆呢 也都会伸出一个角的啊 有电力线踏入这个这个 你所考察的电荷区间 所以呢 这就涉及到什么呢 这些地方的电荷实际上不是百分之百被山控制的 而是什么呢 百分之五十被山控制 百分之五十被原路控制 所以呢 这部分的电荷呢 也就是说那个电离后电离之后的 这个这个这个受辱呢 是什么呢 是电荷分享 电荷分享 你不能把它百分之百并入这个这个山孔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从逻辑上我们大致就能猜出来 当山所能控制的这个反行的电荷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固定电荷 比以前要少那么一点的时候 你想想反行是不是就等价于容易了 因为它的等效面电荷密度是要下降的 等效面那个因为面积没有方式改变 你还是按照上面的L乘w处理的 但是呢 总电荷量却是减少的 所以呢 面电荷密度要下降 那么反行当然容易了 反行当然 所以VT也下降 VT也下降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稍微按照一定的近似来处理一下 刚才讲的这段数 这个数学 这个这个语言描述 那么呢 在不考虑反这个电荷分享的时候呢 VT就那么几块啊 就那么几块 VFB加上两VB加上 这个体电荷的单位电荷密度 QB除以单位二氧化硅电荣COX单位面积啊 所以这个就出来了 后边这个量呢 实际上就是二氧化硅上所承担的这个这个这个压降 那么这个压降考虑到称偏呢 那就是变成这样一个表达式 前面都讲过的 伽玛是称偏因子啊 等于根号乘一两VB加上VBS啊 这个就是就是常规公式 没这么说的 那么后边呢 我们刚才讲过了 一旦考虑到分享 实际上这个有效被计算的电荷 应该是这个梯形 而不是那个长方形啊 实际上是个体啊 这是梯形体 那是长方体 因为你要考虑 那那边还有一个W呢 对不对 还有一个W 我没考虑啊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 这个时候的有效电荷 就是QB一瓶了 不是QB了 QB一瓶小于QB 所以呢 我们一样处理一下啊 为了使得这个表达式呢 更加容易对比 我们引入啊 以它作为一个比例因子 所以呢 就变成什么呢 QB一瓶除以QB 乘上后边这堆东西 所以呢 这个里边呢 就看前面这个比例因子了 这个玩意要等于1 就等于没有分享 这个玩意要是小于1 就是考虑了分享 对不对 因为后边都是一样的 其他的表达式啊 所以我们来看 那么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个分享啊 这QB一瓶比QB呢 我们称之为电荷分享因子 叫F啊 叫F 那么这个东西呢 这里边就是大量的近似啊 你要适应啊 在我们这个体系里边 因为这个模型嘛 都是以希望简单容易理解为基础的 来看一下 这个QB一瓶比上QB 到底等于什么啊 那么这等于什么也很容易 一眼就看出来了 它就应该是等于这个T型 比上这个巨型 对不对 这这个东西就是QB一瓶比QB 实际上就是这样 因为大家的宽度W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那么这个一比的话 我们看到无非就是要考虑这两个三角形 当漏源定压为零的时候啊 所以两边对称的 无非就是多考虑这么两个三角形 看看这三角形的面积 等于多少 把它扣掉就完了 是吧 那么这个等于什么呢 这三角形二分之一底层高 那么二分之一底是多少呢 3L高是多少呢 Dmax最大耗尽能宽度 那么这是一个三角形 再乘上二就变成俩三角形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三角形的面积就是这个了 二两倍的这个东西乘这个 然后除以什么呢 刚才讲过 这应该是巨型的面积 巨型呢 就是L乘上什么呢 Dmax 对吧 L乘上Dmax高度 所以这个长层宽 长层高 所以这样一比呢 我们就看到这俩东西 Dmax就约掉了 所以就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的表达式 就说什么呢 这个电荷分享因子 等于一减掉 Delta L除以L 所以这个就很明显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具体的计算 这个Delta L到底等于多少 到底等于多少 那么这个Delta L呢 我们这里边需要应用近似 需要应用近似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看一下 这个放大一下 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要给它计算了 那么我们要计算什么呢 要计算这个Delta L 对吧 那么这里边该怎么算呢 这个Delta L 那么约等于这个咯 那就是说 我们要算这段距离 对吧 这段距离就是Delta L 那么很显然 这段距离呢 如果这样看下去 是不太好算的 不过呢 我们有办法 给它怎么样呢 给它变换变换 这个还换不出来了 我们这样换 以这为球心 然后呢 换一条线 到这一点 然后呢 给它做个锤线 好到上面 你注意 我们要求这个Delta L 实际上就是这段距离 对吧 实际上就是这段 就是这段距离 那么这个东西 数学上讲的 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就以这一点 作为什么呢 作为球心 作为圆心吧 然后呢 这个截身呢 按照这个弧形处理 按照球形处理 所以截身是XJ 也就半径 就是截身 XJ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知道了 原来这一条线 也就是这条辐射的 这个半径 这条线 是R2 这么这条线有了 R2 这是三角形的斜边 斜边的平方 减掉这个直角边的一边 是Dmax的平方 对吧 那么就剩下前面讲的那个 这个这个我要球的另一个直角边了 开个根号 对吧 然后再减掉 因为这一段什么东西啊 就是XJ 我们是按照球形 这个圆形处理的 所以呢 再减掉XJ 就等于 DL了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数学关系 非常的简单啊 非常的简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简单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这个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呢 显然R2 是什么东西啊 搞不清楚啊 这里边有个近似 有个什么近似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近似啊 我们要假设 这个什么呢 R2 这个RD2的平方 减掉Dmax的平方 这个R2啊 等于 XJ 加上Dmax 也就认为什么呢 这个耗尽层的宽度 和最大的这个 勾道区的耗尽层 是相等的啊 一般情况下 也是差不太多的啊 一般情况下 也差不太多的 所以呢 这里边有个近似啊 有个近似 所以这样一个近似之后呢 R2就简单了 就等于XJ 加Dmax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在你再给他搞一搞 哎 就变成这样一个表达式 出来了 就变成这样一个表达式出来 注意 这个表达式呢 基本上讲 已经定性的告诉我们 如何分析这个电荷分享的过程 你看啊 这个前面的XJ是截身 这Low的截身 XJ是一次方 乘上后边 这是二分之 负二分之一次方 所以呢 无论怎么着 这个玩意儿也是二分之一个 就是是一个正的指数 的比例关系 就至少是正相关 对吧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XJ越小 这个Delta L 就一定是越小的 按照这个模式 对吧 那换句话 等他L要是越小 这个玩意儿越趋向于一 就是越不需要考虑电荷分享 也就是那个VT啊 越不明显下降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一点上 我们就知道 浅节是必须的 就是节要做浅 你做浅了之后 这个电荷分享就不明显 预知电压就不会随着 勾到长度明显下降 所以这一点啊 所以从定性上讲 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已经可以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公式给他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 当然再算来算去 就很复杂 一大堆公式了 我们就不讲了 然后呢 我们主要是看结论啊 看结论 那么这个电荷分享因子呢 应用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关系之后啊 近似关系之后啊 就变得比较简洁了 那么这个里边呢 电荷分享只对什么有影响呢 只对这个Dmax和XJ是敏感的 所以当这个比例比较小的时候 那么这个呢 一加上一个东西的二分之一次方 就约等于一加上二分之一 乘上这个量 对吧 所以呢 你把它近似一下 就变成 一减掉Dmax数L 那么当Dmax 这个比XJ比较大的时候呢 也可以把它近似成这个模样 就是什么呢 只不过前面要加上一个经验参数 叫Alpha 注意这个书上写错了 这应该是Alpha小于1的啊 Alpha小于1的 那么从这一点上呢 我们可以大致上看出来 看出什么呢 因为前边这个地方 你看Dmax比XJ比较小 Alpha还等于1 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时候的分享啊 是比较大的 而F呢 当Alpha小于1的时候 只要是分享比较小的 所以刚才我们讲那个结论 XJ小是有好处的 实际上XJ小 这玩意要大的 那么大的话 当然要求电和分享 要趋向于1 所以呢Alpha 这个地方应该是小于1的啊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以这个 作为经验参数 因为这个 这两个数字就统一了 都是1减掉Alpha 乘了这个玩意 前面这个Alpha等于1 后面那Alpha小于1 对吧 所以带进去 给他把这个 预值电压的变化 给他写出来 把前面讲那个啊 写出来之后呢 这个反正挺复杂的啊 就不多讲了 那个你要知道 这个Gamma 前面自己查一下啊 Gamma是一个根号里边的东西 什么伊布苏弄 NA啊 一大堆东西的 你们自己查下去吧 然后呢 弄完了之后 展开之后 就变成一个比较好看的表达式 比较好看的表达式啊 那么这表达式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VT啊 预值电压 所以高到长度的变化 很显然 确实 明白无误的告诉你 LSE一降低的话 这个玩意就要上升了 对吧 很显然 很明显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一点上 包括从这些地方都能看出来 你L一下降的话 那么F就增大 对吧 不 F就减小 F越小 这个电荷分享越厉害 所以呢 你看这个玩意很明显的 高到长度减小 其他参数都不变 这个德的VT要下降 就是增大 德的VT要下降 VT要下降 然后呢 第二一点 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什么呢 如果把山氧化层的厚度减薄 你是可以抑制 这个这个德的VT的滚落的 可以让它少量下降一点啊 所以这个有好处啊 那所以为什么这个器件等比例缩小的时候 不光要做浅洁 还要求这个山氧化层 要等比例减薄啊 哎 道理跟这个一样 它是为了保证 勾到区的等湿线的几何分布 那个模样也最好能够 就按照这个这个等比例给它缩小啊 但是模样本身不要保持变化啊 所以这TOX要增强山控能力 TOX要减薄 TOX要减薄啊 那么第三一点呢 那这个很明确了 就是颤底掺杂浓度 如果减轻的话 就变得比较低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相同电压情况下 这个最大耗尽层宽度就会上升 那么最大耗尽能宽度一上升 从这公式里我们看到 这个值就要开始下降了 对吧 最大耗尽层宽度上升 这个值就开始下降 也就是F降低 F降低就意味着分享增强 所以预值电压滚落明显 预值电压滚落明显 那么最后一点呢 也是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浅节有好处 所以节身增大的话 是会明显增加电荷分享的啊 所以要喜欢浅节 喜欢浅节 那么刚才这个模型 虽然我们用了很多的近似 但是你看这个实验值和理论值 还吻合的不错 还吻合的不错 实验值和理论值 底下这个你看 这个虚线是理论值 这是趁偏为零的时候 这个虚线应该是这样变化的 理论值 但实验测的那些实现 看着还基本上 围着这个理论线在转 所以还可以 所以这个模型呢 也是在被广泛应用的 电荷分享模型 那么刚才讲的 这个电荷分享呢 是指漏源电压为零 也就是说这个漏源两端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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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三角啊是一样面积的 那么实际工作的时候呢 当然漏源电压不可能为零 所以漏源电压对MOS要大于零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电荷分享因子呢 就要重新计算 当然也非常的好算 我们就把圆这端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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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形的底 这宽度叫YS 这个漏这端呢 当然比较大 因为漏这段压降的叫YD 叫YD 他的这个这个三角形的底是吧 所以呢 这个电荷分享呢 就相对的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构造 那就是说什么呢 二分之一底 两个底加起来乘以高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面 因为两三角形 二分之一 那个底加二分之一 那个底 所以两个就底要相加了 对吧 所以二分之一Dmax 这个模型就出来了 然后呢 除以L乘上Dmax 所以Dmax又拿掉了 Dmax又拿掉 所以最后变出了这个模型呢 就变成了二分之YS加YD除以L 前面乘上一个经经验因子 阿尔法经验经验三数阿尔法 所以呢 跟刚才这个阿尔法Dmax出L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带到这个这个 前面讲那个预值电压的公式里边 把它搞一搞啊 这个这个这个带进去 还原成就这个模型了啊 把GAM展开之后 挺复杂的关系式 但是呢 我们只对这个定性的分析感兴趣啊 这个定量计算我们就不算了 因为这都是近似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VDS上升的时候 就漏源电压上升的时候 由于YD一定是增加的 对吧 它的耗尽区是长宽的 所以这个玩意儿要上升 所以随着VDS的上升 这个电压 这个预值电压的滚落 就更加的明显 就降的更低 因为你分享更厉害了 对不对 分享越厉害 这个预值电压越低啊 那么同样最后我们就得出结论了啊 综合VDS等于零和VDS大于零 两种情况下 对于短高到期间 我们想预值这个预值电压的滚落的话 有这么几个措施 第一个截身要浅 前面讲过了啊 第二个趁地掺达浓度要高啊 这个也讲过了 Dmax要降低 第三个TOX要下降 这个也讲过了 要增强扇控能力 第四个 趁偏电压要下降啊 这个主要是为了降低这个这个Dmax的啊 Dmax大了没好处啊 第五个就是VDS要下降 那么这个刚讲过 就是降低他的这个这个分享的程度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是短勾到期间里边 第一个现象预值电压滚落现象 但是呢 在实验当中啊 人们在制造器件当中就发现什么呢 有的时候啊 这个随着勾到长度的这个降低啊 这个预值电压呀 不降反升 所以呢 这里有一个叫reverse short channel effect 叫RSE叫reverse 叫反常的 什么意思呢 这个叫roll up 实际上这个才叫卷曲啊 跟那烫头发是卷起来了啊 所以呢 这个是卷往上卷啊 所以呢 随着勾到长度的降低 这个预值电压 本来我们刚才画的一张图 都是这模样的 对吧 就直接滚下来了 但现在滚不下来了 是滚上去了啊 是滚上去了 上去了一点点 然后再下降啊 然后再下降 那么我们现在来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异常的反常的短勾到效应 那么这个呢 是和具体的工艺相关的 你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预值电压上升 如果什么都撇开不响的话 哪种情况最容易导致预值电压上升 就其他三种都不变 假如趁底掺杂浓度 在勾到区表面增强的话 是不是预值电压 就要要求要上去一些 因为你要反行 不是那么容易了吗 对不对 实际上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过呢 这是和工艺相关的 那么我们知道呢 一个器件 山氧化层做好之后 山氧化层做好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要做多金龟 前面讲过 做一个山极 是吧 山极 先这样做出来 做出一个山极来了 但是做完山极之后 在工艺上面 还有一部叫再氧化的工艺 为什么呢 要把这多金龟啊 给它包起来 用氧化层 这是做边墙用的啊 后面你们 以后你们学的时候会知道 圆和漏之间 要发生电隔离的话 需要一部再氧化啊 早期的工艺啊 现在直接用cpd电机了 早期是用干氧来氧化的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在山氧化层做好之后 还有一部额外的氧化 还有一部额外的氧化 那么这一部额外的氧化 就会造成什么呢 就会造成 我们在衬底沟道区当中 已经注入的杂质 发生重新再分布 因为你又经历的是热过程 对不对 又经历的是热的 这个热氧化温度啊 所以呢 一开始这个山氧化层 做完了之后的杂质 这是注意啊 这是表面 这是衬底啊 这是往深度方向再走 这杂质浓度是这根红线 我画这根红线 表面浓度低 体内稍微高一点 但是呢 你这个氧化层做完了之后 又做再氧化的时候呢 由于存在工艺上讲 叫氧化增强扩散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由于氧化的时候 会像这个衬底当中 引入大量的间隙空位 间隙原子或者是空位 养空位 或者养间隙 无所谓的啊 这个反正 所以总归就是有氧化这件事 杂质的扩散会得到增强的 所以呢 这个浓度高的地方的这个棚 比如现在我们是NMOS 阵底是P型的 所以棚 就会向表面扩散 向体内扩散 把这个浓度给它拉下来 所以呢 再氧化之后 得到那个杂质分布 就变这个模样了 体内呢 不该高的高了 表面呢 不该高的也高了 所以你这样一个器件 再去测阴质电压的时候 就和你当初的设计是不一样 它要怎么样 勾到越小 这种现象越明显 因为什么呢 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 圆和漏的边缘的地方 所以你勾到长度越短 那么就是这种扩散区 增强扩散的区间 在勾到区所占的比例越大吗 那么这越大 当然预值电压平均起来看 就等于勾到 穿达浓度的提高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预值电压就越高啊 越小就越明显 所以呢 这里边呢 也给了一个这个分析啊 给了一个反常 短勾到效应的一个数学分析 那么这个分析呢 注意这里边的QFS指的是什么呢 就指的是 反常增量那部分 不是指总的这个电荷 就是指这两个差啊 就指的是这两个差 就指的是正常的 和这个异常的两者之间的浓度差 不是指总的 那个那个掺杂电荷啊 不是指总的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前面呢 给他弄一个常数 后边弄一个指数衰减啊 指数衰减 这个Y呢 就指的是这个器件 从原到漏啊 任何一点 这就是Y的零啊 是这样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呢 在原漏的地方 这个异常的差值是最大的 愿望体内很快就衰减了 因为这个氧化增强过散 因为作为是一种寄生效应的话 它就当然不是主流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很快就衰减在横向上 是这样一个函数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呢 在整个沟道区到底有多少呢 我们就在沟道区对应面积进行积分啊 在沟道长度方向Y方向进行积分 最终呢 我们就得到整个沟道区的异常变动的 这个这个这个氧化增强所带来的 杂质电荷的增加啊 本来不应该有的 现在多了这些 所以呢 预值电压的变化 当然就只和这个面电荷密度 异常增加的这个等效 面电荷密度有关系了啊 所以最后我们得到这样一个表达式 那么这个表达式呢 很清晰的表明 随着L的减小 这个值是要上升的啊 所以呢 这个ΔVT随着L的减小上升啊 所以这个就是指的是反常勾道 反常勾道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稍微讲一下这个窄勾道啊 这个写错了啊 这NWE啊 不是NWE啊 应该是NWE 这个是指的是NARROW WISE effect 就是窄宽度 WISE啊 WISE 这不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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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度方向 应该是宽度方向啊 是NWE啊 所以呢 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是刚才那张图又拿回来来说了 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其他参数都不变 我们发现随着勾道长度变窄 哎 这个预值电压是上升的 勾道长度变窄 这个预值电压上升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哪个是长度 哪个是宽度啊 要有个概念 我们画晶体管都是这样画的 一般的画出来啊 圆 漏 哎 这个做的挺好 这是山 对吧 GATE 然后这是二氧化硅 对吧 都是这个模样的 但实际情况呢 你要考虑实际上这个山都是这样的 圆都是这样 漏是这样 所以这个方向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方向 这个叫W 这个叫W对不对 也就是这还有一个垂直于纸面的那个东西 那个方向就是宽度方向啊 那个是宽度 也就是这个宽度在变化的时候呢 哎 这个电流 这个预值电压 居然对宽度有依赖 当然宽度本身 预值电压里面没有宽度这个概念啊 所以呢 这一定是某一种寄生效应 我们想象一下 就是我画的这张图里边 你说这个晶体管吧 就是我看到的这个纸上 我画的这个平面和这个伸到纸面里边斜着的这个平面 这两个切断的时候 你说这晶体管这两面应该靠的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现在假如这个晶体管看过去 从这个纸面上 你看到这个圆道漏这个平面 这两维的平面 就是我这画的这个平面 目部这个平面 你说到你这个眼前 这中间应该是什么东西 想象一下 这中间应该是什么东西 就是到你的眼前和这个目部之间 这个平面之间 你说应该是什么东西 是空气 对吧 不是空气 那应该是什么呢 想象一下 从三维的角度想象一下 这个应该是隔离区 应该是二氧化硅 因为什么呢 是一个东西要把它隔开 这个管子和那个管子要隔开的 对吧 应该有个东西 当然不应该是空气 应该是个隔离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W的方向 如果你把脑袋换 拧过来去看的话 不要像刚才那个模样去看了 要拧过来看 按照这个方向去看的话 那你看到的就应该是另一番景象了 这个W朝这个方向看过去 也就是说是这样看的 这样看的 那这个W再切过来 这样去切的话 这一刀儿不是这样切 而是这样切了 你看到的后面就是什么呢 就应该能看到你的眼睛和这个晶体管之间这块什么 是氧化层 所以你看这个W方向 左边是个氧化层吧 右边是个氧化层吧 它要把它隔开的 所以呢 如果你三维的想象还不够 回去闭上眼睛 自己摸去啊 什么时候摸出这氧化层来 你就基本懂这个场向经济管是怎么一回事了啊 好了 那么我们看到 原来 这个管子你说圆和漏是该怎么走啊 圆和漏 如果我这样画 这是W方向 你说圆和漏在哪 啊 怎么呢 怎么说 怎么画 这个管子的圆和漏该怎么画 哎 这个对了 垂直纸面 电流是这样流的 知道吧 也就是说如果要画的话 这个是垂直纸面 或者垂直这样出来的电流 就是有很多条电流通路 这个就是宽度方向嘛 所以圆在这边 漏在里边 或者漏在外面 反正是垂直于纸面 看不见的 因为它是直接给剖开了 对吧 所以这样来看啊 那么你看既然是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边是二氧化硅 这边也是二氧化硅 那这个就要出问题了 出什么样一个问题呢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我们所考察的那个耗尽层 我们通常看的都是哪一段 都老讲这一段 从圆到漏 是吧 我们不大考虑什么呢 其实那个宽度方向 这个耗尽层啊 应该是个长方体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下一节课就讲一下 这个长方体啊 它并不是理想的长方体啊 我们下一个再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